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会跌呢 其实 呃 我们在这几天的一个节目里面 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台北股市是有机会攻万点 但是呢 攻万点又怎么样 你的操作呢 一定要正确 也就是说 你的选股方向呢 一定要正确 因为你从最近这差不多一个多礼拜来看 你会发现到啊 台北股市里面 其实有一些 呃 早在台股要攻万点之际呢 有些个股他跟不上 我们举一档个股来做说明了 比方说像4721的美琪马 这类型呢 是比较属于主力形态的股票 结果呢 他早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他就领先大盘 先做压回 有没有 领先大盘先做压回 那也代表着说 有些个股呢 他没有办法攻 呃 跟着大盘的脚步去攻万点 他领先见到顶之后呢 反而他会出现一个压回的一个情况 尤其目前啊 从整个盘面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啊 台北股市呢 在这波的走势里面啊 尤其 呃 前几天的时候 指数都在走攻击 当指数在走攻击的这一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啊 这个地方所涨的股票 几乎都是全职股 有没有 什么叫全职股 比方说台积电 昨天涨上来创新高 比方说3008的大力光 这地方呢 昨天也是创新高 可是呢 当这些全职股在往上攻的时候 代表着中低价的股票 这个地方反而会有被吸金的效应 甚至有些个股呢 它反而会有一个比较高档压回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这几天一直提醒各位啊 来到万点又如何 这地方你一定要懂得说 哎 怎么样去掌握对的股票 尤其呢 最近期我们从汇率的角度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啊 新台币汇率的升值的情况之下 目前造成说有一些出口产业的汇损压力啊 它慢慢的在整个4月中旬的时候 它要公布季报 那当它公布季报的过程里面 如果说 这地方有汇损的压力一出来的话 反而有些股票呢 这地方你要预防要不要去买在高点 而且呢 近期的走势里面又受到国际股市的影响 像是昨天的道琼 昨天大跌了200多点 以道琼的走势面来看 这个地方已经是跌破了月线 跌破了月线 破月线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 差不多这一两个月以来 你买进的人到目前为止都是套牢的 可是呢 如果说我们从道琼的走势面来看 你会发现呢 它涨多之后的一个压回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它的多方还没完全遭到破坏 为什么 因为下面还有一条季线的支撑嘛 所以呢 这地方以道琼的走势来看 涨多稍微压回 就像之前的走势一样 涨多稍微压回 涨多稍微压回 这个时间点呢 它会呈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间的一个盘局 所以呢 以台股的走势来看 我觉得 近期这个盘势呢 只要守稳越线的话 在这地方去走区间的时候呢 其实万点还是有机会走攻击 可是真正的重点都还在选股上面 那到底这个盘 我们现在怎么去选 我们局域几档个股跟大家做说明 注意看 比方说今天LED的个股涨起来了 好 那各位 以LED的个股里面来看 晶电今天创新高 可是你把晶电的走势呢 你把它拿出来看 你会发现到 早在104年以来 它就是呈现一个大底的状况 有没有 是不是呈现一个大底的状况 也就是说台北股是攻万点的时候 这种位阶比较低的股票 它反而没有动 那反而在这个时间点 它开始出现攻击 代表着说 目前这种是属于比较 补涨型的股票 反而这种比较补涨型 比较不受指数影响的个股呢 这地方呢 它会有机会出现轮动 那如果说有这种机会出现轮动的方向来看的话 我倒认为了 这个时间点呢 你要留意的就是 有关生计的概念个股 有关生计的概念个股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 这里有一档个股 它是生计股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档指标呢 它叫做耗顶 你会发现 耗顶在这波的走势面来看 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啊 其实之前的底部 它是完成的 当它完成之后呢 今天回测到哪里 回测到半年线的位置区左右 那这地方呢 是属于一个底部正好回测 颈线的位置区 有没有 结果呢 反而这类型的个股 在今年已经开始慢慢 整理完之后 回测颈线之后 它开始出量 那这代表说 这类型的股票在这个时间点 它的买盘开始慢慢有一些低阶的动作在 所以呢 反而以生计的个股来看 耗顶在这波的走势里面 其实底部完成之后 这地方呢 只要稍微补个量 它有机会 这个地方啊 出现补涨的讯号 那当整个耗顶的股价呢 有机会出现补涨讯号 而且又在低档的话 那对相关的一些生计的概念个股 它一定都有机会 所以呢 比方说 像3205的百言 这类型的个股呢 在近期的走势面 你会发现哦 在低档的时候 它都有爆量 有没有 这代表着说 在低档的位置区 其实都有人在偷吃 都有人在偷吃 所以呢 反而以生计的个股来看的话 目前的走势面 几乎都是呈现一个底部完成的现象 那这种底部完成现象的股票呢 反而在整个台股攻万点 或者在万点附近走震荡的时候 其实对它而言啊 这地方影响不大 反而会有一些高档的个股资金 会移转到到哪里 到一些比较低档的股票 所以呢 从这些角度里面来看的话 反而这个时间要留意个股位阶的高低 如果说有些个股的位阶太高的话 反而我倒认为啊 这一类型的个股 你就暂时先避开 因为有些股票你不要去追在高点 所以呢 目前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 美国股市虽然出现震荡 但问题是 人家真的是涨多了 涨多稍微出现震荡 我觉得合理 那你台北股市月线首稳 整个多方的架构没有改变 只不过以选股的角度来看 台北股市要攻万点 还是要看全值股 所以呢 从台湾50的角度里面来看 台湾50呢 今天稍微有点压回 不过呢 台湾50昨天是创新高 创新高压低之后呢 这地方也是会开始维持一个区间 可是以区间的盘局来看 就针对于一些比较不占全值的股票 那就会相对有利 所以呢 反而这个时间 我是要建议各位 有一些比较属于偏中低价的生计个股 或者是位阶比较低的生计股 反而在近期的表现上面 它会有资金的轮动 那你这个地方如果说你掌握不到 个股的一个轮动的脉动 甚至于呢 位阶高低分不清楚的话 那我建议各位有任何的需要 没关系你打电话进来 到之后呢 有些比较高位阶的股票 已经开始有区间盘头的个股的话 我会建议你这地方 暂时先把资金调整出来 否则的话你到时候呢 所有的资金都去追高 所有资金都去买进 然后买一些已经涨多的股票 当盘是一有震荡的时候 有些那种涨多的个股 它压回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所以呢 你反而在这个地方啊 要掌握一些比较低位阶的个股呢 反而它后面的轮动空间 它就会有机会去走波段 所以呢 如果这个时间点 掌握不到股票的 这地方欢迎各位 加入我们的法人操盘室 后面的生计股 特别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后面绝对有机会去走轮动 那掌握不到这个生计的卖动的话 没关系 我们后面准备了一档 很不错的生计股 而且比较偏中低价一点的 那这地方如果说 你资金比较小的 这地方呢 我会帮你掌握 中低价的生计股的轮动 资金比较大的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像百元 像浩顶 这类型呢 比较具有指标性的一些生计股 它后面有机会呢 发动 一发动的话 会带动整体的生计股 开始呢 出现补涨行情 所以呢 如果说对生计有兴趣的 那不知道该怎么去掌握 后面的轮动的 欢迎你跟我们做联系 谢谢各位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